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晚骑是5月27号在野狐下的一盘往骑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杨领星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柯杰新小木 杨领星33小木 这个33小木最近杨领星直白 下的频率还是比较高 下一手骑黑骑挂脚手脚 白骑夹击再手脚 左上碰 这个就是AI时代的流行定势 已经见过非常多次了 前面都是固定搭配 这个就不多说了 然后走到白骑拆夹的时候 下面黑骑直接变招 选择B住 这个骑见的最多的下法是跳一个 然后白骑拆夹 黑骑再往外边包围 实战黑骑B住的话是AI的一选 柯杰在这个地方的研究相当的深入 那黑骑外边这三颗骑金 也不用担心被白骑给照死 因为白骑照过来的话 黑骑冲液就行 强行斑断肯定是 这个封不住黑骑的 不过白骑有这种二路拖之类的腾罗 就比较的厉害 黑骑不能寻规蹈矩的 这样去断吃 这样被白骑连续打到两下 这个包围圈初步行程 你再落一个后手提子的话 白骑再一场 这个黑骑要被捐死了 所以说如果白骑走这儿去腾罗 黑骑大致要放白骑联络 自己再联络完整 白骑拆个边 各自安定 这个也是大致两分的一个选择 实战白骑飞一个 飞一个黑骑不可能在这儿继续纠缠了 你要再走的话 把白骑越松越厚 那骑径越危险 所以说黑骑唬出来 白骑贴住安定 黑骑跳 白骑拆边 这一拆的话 白骑左上这四颗子 也就可以看清了 下一手骑 黑骑贴住 白骑非常强硬 这个地方要扳头紧气 黑骑断 白骑听头 如果说上边这里 扳补齐的话呢 味道不太好 首先白骑这样 护下来 你要是站以后 有飞下去的手段 而且白骑还有这个 直接断 所以说实战黑骑是并一个 不过并的话 味道还是有 白骑有这种透点 就很让黑骑头疼 实战黑骑 并一个之后 白骑靠出 那黑骑不要随手去扳 扳的话被白骑这一顶打 再一冲呢 黑骑拦不住了 再扳头的话 被白骑直接针死了 这个肯定不可取 黑骑单程 白骑虎一个 眼味的要脸 下一手呢 黑骑虎在左边 这个骑如果说你虎上边的话 被白骑这一挖 黑骑难受 因为你要断打的话呢 这个白骑直接往上打吃 黑骑接不归了 全部连通 这样的话呢 被白骑直接捅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黑骑气也是非常的紧 作战不太有力 而且白骑上边是活的 所以说这个骑黑骑虎左边 白骑中间跳出 黑骑跟着跳 下一手白骑直接来一个偷点 偷点的话 这个黑骑不太好办啊 你如果说力的话 首先白骑脚上一飞啊 这里可以做活 然后外边这里 因为白骑像这种点刺先手啊 其实这个地方还牵了一手冲断 所以说这边是不可能去阻度的啊 黑骑之后站 白骑搬过 黑骑挖一个之后 拆边 下一手呢 这个白骑下的也是非常的直接啊 点刺完之后就掏空去了 还是不肯放弃这一堆残子 黑骑上边挖断白骑 下一手白骑提掉 这个肯定要补 你不可能跑中间了 不然的话上边断打之后 有个双打吃白骑崩溃 所以说提一步 提的话黑骑直接打 接下来白骑右上碰一个 在里面整活 黑骑上班比较好一点啊 底下班被白骑这一反班 这个黑骑难受 因为你要是断打打吃的话 被白骑这一反打 这边穿掉了 脚上都得死 这儿打吃 粘上 然后这个脚上做活的话 被白骑这里多了一堵围墙 再来一个飞针 那黑骑右边这颗子 又非常危险 所以说白骑这种碰呢 就是希望先手包扎 从而把黑骑边上 这颗子给侵吞 实战黑骑也是破坏 这种意图啊 搬一个之后 直接拆一 先做根据力 白骑如果说马上拐头 靠的话 黑骑也不怕 黑骑只需要先处理好 右边就行了 至于脚上被白骑飞三三的话 黑骑外边飞罩一手 还可以把这个三颗骑筋给吃住 这个黑骑作战 不是非常有风险 实战白骑二路搬 黑骑压过来 然后搬头 这里因为黑骑弃紧 断肯定是不行的 断被白骑断打完之后 再一打直接打死 所以说黑骑反扳 白骑沾上 黑骑还是只能成气啊 你挡也挡不住的 被白骑断打完之后 再断打再成 两边都要吃子 那黑骑明显不行 所以说黑骑冲 白骑反冲一手再冲 黑骑挡住 白骑断 下一手拐出来 白骑联络 黑骑沾 这里形成对杀 脚上白骑打吃完之后 选择虎一个去补齐 因为这个地方 你要是摊脚空的话 贴起来 黑骑就比较容易做活了 像这个脚上来个大飞 边上来个断的先手 爬一个延弃再搬 这个都是先手 白骑紧气 黑骑再往回变一个 直接活骑 这个就让黑骑的压力 骤减很多 实在白骑吼在这儿呢 也就是想杀骑 马上有高尔鲁虎 黑骑仍然是跳一个 这个骑白骑直接压过来的话 黑骑尖先手 虎一个做活 这个很简单 实在白骑呢 补在外边 那这个骑AI觉得呢 这个黑骑最好还是不要 这个惹是生非了 先把右边给活掉 冲完之后二路脱退 这里活掉之后呢 白骑脚上看怎么补 他不可能这样补 这样补的话 这边有一个断点 要掏空 补在底下的话呢 也不干净 以后还有这个断的骑 这样可以跟白骑继续作战 所以说黑骑应该活右边 比较稳妥一点 实战黑骑飞底下 想要两边同时开弓掏空 白骑虎一个 先手黑骑长 然后接下来这个骑 确实没太看懂 为什么白骑不往脚上去走骑 而是在中间去贴一手 确实琢磨不透 这手骑 然后黑骑脱先往脚上贴住 下一手白骑降了非常多的胜率 这个骑反正脚空已经给了 中间的空呢 也把黑骑给套掉了 那现在白骑应该干什么呢 应该去吃黑骑右边这一块 最好就是小肩 又阻度又收根 而且这个右下角还要虎一个 黑骑这块不活 他黑骑补这个的时候 白骑沾上彻底阻度 这样黑骑只能弃掉 白骑的收获还是挺大的 实战白骑中间贴一手 然后选择利 利的话让黑骑里面的眼位就好了很多 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下一手黑骑中间冲断 白骑打吃贴住 黑骑反过头来再断 白骑打吃 之后黑骑的次序呢 是先挤的 这个好奇 如果说直接跑这颗子 会被白骑挤完之后 他就可以挡在这里了 因为这个黑骑气井 你挤不到这一下 你只有先打吃 把外边这里的味道全部给卖掉 然后再逃绑 这样黑骑是比较损的 实战先挤的好处呢 虽然说损到右边黑骑的眼位啊 但是再长出来 白骑就不太好往这挤了 再往这挤 黑骑沾上 白骑挡住的话 黑骑可以直接断打 把这四颗子给吃通 白骑沾的话呢 黑骑冲下来 这个地方暂时也冲不断黑骑 断的话 这个黑骑可以直接补下边的断就行了 脚上没什么骑 所以说先挤是紧气 实战白骑长一个 黑骑贴住 白骑扳 再猴一个 下一手这个白骑虎 虎在二路牵托 这个骑最为凶狠也是最好的下法呢 是沾上啊 沾上肯定是先破掉黑骑这只眼 站完之后拐到脚上去 一路扳先手 再虎一个 跟黑骑两边同时对杀 黑骑虎下来的话 白骑立先做出来一只眼 黑骑猴右边这个对杀挺复杂的 底下也挺复杂 白骑尖刺先手 黑骑补的话 很有可能以后要在脚上形成一个结针 比如说以后黑骑扑这个 活一个紧气的时候再打持 这边是存在一个结的 应该大概率会形成一个打结杀 这里面就非常复杂了 总之呢 要比白骑实战好 白骑实战虎这个被黑骑直接断吃 你在后手补骑 那黑骑气掉右边就损失不大了 因为你多花了好几手 而且黑骑脚上已经先手安定了 下一手棋 黑骑外边断 白骑打完之后贴住 长连续贴 再贴 黑骑再长 这一串的交换 是这个优劣很难说 黑骑呢 已经把中间完全围住了 当然白骑的边控也涨了不少 并且还争取到一个先手 下一手棋 白骑把上方这个贴住给走掉 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先啊 所以说刚才AI一直强调 黑骑往这个地方去夹 黑骑没走被白骑收到 而且这个还是个先手 黑骑如果说局部脱先啊 右上这个地方被白骑冲一个 双一个要出棋 因为你沾的话他沾 除非你搞这种 比如说这个挖一个 冲断这个 比如说来一个这个双打尺之类的 把这个尾巴弃掉 那黑骑还是血亏 你要沾的话呢 白骑沾 你要普通收气 那白骑收气 黑骑还是不太行 这个气不够 所以说白骑贴住的时候 黑骑沾补一手 接下来这个就比较考验 白骑的价值判断了 骑盘还算是比较的空旷 那AI的一选呢 是白骑飞在左边 这里把边上处理好 确实是非常紧要的一个任务 其次呢 这个右下角白骑是存在搜刮的 这个二路飞也可以直接交换 当然杀不死黑骑 飞的话 黑骑可以冲一个之后 二路断 这个好奇 因为你打的话 直接被黑骑拐打 然后再断开 骑径就吃通了 断的时候 白骑长一个黑骑 还可以再送 再爬 你要扳在底下的话 这个黑骑断一个先手 打吃滚包先手 再一断 骑筋还是可以吃通 那你白骑继续长 补上边的断的话 黑骑底下挡住 就变成先手了 因为黑骑底下有三口气 白骑 拐持 黑骑再沾先手 脚上再补 这个是两眼后期 只能说白骑有一通先手搜刮 实战呢 白骑是先往上打 这手骑稍显随手 黑骑当然不会去沾这两颗子 让黑骑拐到底下这一步 这个骑白骑就变薄了很多 之后白骑拆二 黑骑跳下去 威胁底下的死活 白骑这个时候飞 然后黑骑没有直接去这样去冲断 按照刚才的方法活 还是有点损 黑骑是先冲一个 白骑挡住 但是黑骑接下来 没有走出这个二路夹的好点 这个骑一下就非常秀了 白骑如果冲 黑骑可以断 从这打 让黑骑沾上的话 贴下来 黑骑打吃 里面对杀黑骑快一气 这个白骑不行 断的话也不行 断的话这样你活底下 那上面这一层皮 全部被黑骑给扒掉了 这个白骑也是损失惨处 所以说这一夹 白骑还是只能妥协啊 他只能沾 那黑骑就顶端 把这颗子一吃 这个活的肯定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先手活 白骑还得在后手去补 那黑骑很好 实战黑骑断就复杂一点了 不过这个地方白骑也不太好下 直接立的话呢 黑骑长 你要是这个靠下来分段 黑骑夹一个 里面对杀的话 斑挡住 扑完之后再打 主要是白骑气太紧 黑骑这里铺一个打吃滚包 再一段啊 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打击 这个骑肯定是白骑的负担更重一点 而且黑骑右边的这个本身骑还不少 实战白骑先打再挡住 黑骑拐头 那这个地方白骑不能用常规的这个定型了 你要长的话 可以爬一个过去了 因为搬下来尖顶度过 那白骑两边都得死 如果说白骑跳一个的话呢 黑骑可以打 你立下来阻度 黑骑提 沾上挖一个打吃 再立 再一路跳 这个最基本的收起 你冲一个 几个黑骑站 最多你打吃在这儿 把这个 大部队给活掉 但是下方这个尾巴还是得死 实战呢 白骑选择飞 黑骑还是打 接下来白骑就贴住 站 不太近 站的话 黑骑有这个站 贴住先手 挖断 白骑提 黑骑再扑 这样白骑的三颗 骑进还是得掉 只能去打 只能去收底下的这个气 因为你提的话 被黑骑一打再一打 这个直接就一气给收掉了 实战白骑贴住 黑骑提 白骑沾上 下一手骑 黑骑这个团 实在是太狠了 杀人诛心的一手 这个骑如果说 想还原成刚才的 就挖一个 这样紧气就够了 刚才我们摆的变化 也是黑骑快一气 不过白骑可以 先手把大部队给活出来 黑骑这个团 就不想让白骑吃两颗子 想要整体杀 这个太狠 那白骑爬进去 而且接下来 黑骑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个骑不应该挡住 这个骑应该怎么样呢 先把这个贴住 马上底下有挖井气 白骑里沾 然后黑骑再团住 这个都是先手 白骑要沾 黑骑再立 这个也是命令手 白骑要扳破眼 然后黑骑扑一个 你脚上爬得提吧 提的话黑骑一路扳 这样白骑就死 因为你要是紧气的话呢 黑骑也紧气 这个里面形成一个眼杀 这个白骑兵线不行 你挡住坐眼的话呢 黑骑沾 其实这个底下已经形成一个局部的双活 但是是一个假双活 因为这个 首先白骑外边这一串肯定是连不回去的 然后你要是收黑骑右下的气 黑骑就底下肩顶 也收白骑的气 这个里面是一个假双活 外边是黑骑的一个眼杀 那等于说白骑全死 所以说如果能走到这手贴 贴完之后这样坐眼的话 再立下去 这样扑一扑 白骑就已经可以投降了 这个就没得下 完全是就是近杀白骑 实战黑骑挡在这出问题了 挡在这的话 这个落后手被白骑把这个眼一打 那黑骑虎一个白骑站 再贴住白骑站上 这个底下要打结了 从近杀变成打结杀 那肯定是失误了 下一手黑骑搬紧气 白骑一路搬紧气 黑骑在扑 然后接下来白骑也送出了 这个一个大礼 有回赠给了黑骑 这个骑的话呢 白骑应该提 因为提的话 反正黑骑随时打下来 都是一个这个结针啊 那黑骑如果说想把这个结的这个代价降低到最小 那脚上得补活 但是这个黑骑补活的话就不是打结了 白骑底下一斑 这个黑骑就全部死在里面了 这个黑骑就完全损了 所以说白骑应该提 逼迫黑骑去打结 然后把脚上黑骑的性命也给卷进了 实战白骑走了什么呢 走了是这个斑 被黑骑提 然后白骑再粘上 这样黑骑脚上再补齐 跟刚才明显是天差地别 刚才是黑骑只要补脚 底下就是被白骑净杀 现在的情况是黑骑补脚 底下还是个结 那这个骑白骑也是出现了失误 而且这个失误非常致命啊 这个结放在这很难受 黑骑呢先不管这个结了 这个结暂时也不着急 先在右边打吃一下再提 等白骑底下点的时候 黑骑选择贴住啊 这种棋居然也骗到了白骑 因为黑骑如果粘的话呢 以后白骑有一个这个后门 可以溜回家 可以确保外面这一块不死 黑骑挡在这儿呢 这个把白骑的后路一断 底下这个这个结啊 以后对于白骑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直接关系到整体的死祸 白骑这里应该怎么定型呢 应该先去小街联络啊 让黑骑补断 然后白骑再去抢大场 这个结以后就是跟黑骑拼命的一个地方 实战白骑忍不住断上来 这个断就问题大了 被黑骑打完之后跳架 白骑不好弄 你如果说冲脚上的话 这个被黑骑打吃滚包 黑骑可以直接把脚上给你弃掉 打完之后直接跳一个 因为你这个两颗子不走 被黑骑贴死了 你要拐打 拐打的话 黑骑再爬一个 这样的话呢 即使白骑以后把上边这两颗子一提 黑骑再一补啊 这个中间全部成空 这样白骑的空也不够 中间这个空现在明显要大于这个左下角 所以说白骑不能冲这个里面 实战白骑冲外面 黑骑还是打吃滚包 然后克杰也走得比较贪心 这个骑其实虎在外面就行了 脚上气掉 再把这个断一补 这个已经可以满意了 把中间一围 黑骑就差不多胜利了 况且边上还可以围控 实战黑骑走得太沉 这个两颗子都要要 白骑中间贴住 再断 这个地方黑骑这根棍子 基本上只能弃了 你要是强行跳出的话 主要是白骑这里压一手先手 冲出来之后 左边有断打 这个你双一个 白骑断打 这样提通 你脚上还是没有完全活干净 这个黑骑得不上试 所以说实战就成一个 把这个棍子给弃掉 然后再把脚伤给补一下 其实这种下反而不好 不如刚才直接围中间 因为你现在去弃掉棍子 中间潜力全部通掉了 脚上被白骑扳一下 以后还有骑 白骑以后有这种 小肩去做活的手段 当然活的会比较辛苦 你走这儿也有靠下来 虎一个也有这个二路夹 这个白骑只能苦过 但是黑骑的牧鼠 这样下的话还是亏的 实战白骑往上大飞 黑骑这个骑如果连回 这两颗骑金的话 是不太好杀的 白骑这里有先手作眼 贴住 就用最俗的方法这样连回 这个眼位比较大 不好杀 实战黑骑二路飞 白骑直接提掉 黑骑开始右上的搜刮 这个骑呢白骑不太好断 断的话黑骑有这个二路断 先手 这边有双打持啊 你得补 黑骑再一打再一提 这个地方要通掉了 脚上还有一堆这种本身截 这个白骑不行 所以说白骑反扳 黑骑仍然是先断一下交换 然后在右边又搞事情啊 这个地方确实白骑还欠了一手 其实这个虎不如倒虎 倒虎的话呢 这个白骑沾 作眼呢黑骑可以点杀 爬回 然后边上这只眼 白骑也是破不掉的 他这样虎下来立黑骑团株 里面也是个双虎 双虎肯定是黑骑最为满意的一个结果 实战下的是这个虎 白骑点 黑骑如果说打持的话 被白骑这一反打那就没了 你提掉的话他直接打持 就一气收掉了 实战黑骑挤一个 这个地方也有陷阱 如果说白骑打的话呢 就打结这个不用多说 走着就有这个打 力的话呢黑骑可以这样挡住 你打持 他再挡在这 你这样去打持 黑骑沾上 首先你如果说补上边的话 黑骑往这一沾 这个里面张鼓牛直接活骑 你要提的话呢 那黑骑边上一打再一打 直接一气收掉白骑 所以说由于白骑这里弃紧 还不敢轻举妄动 实战白骑吃在底下是正确的 那黑骑打持 脚上再一扳 这里白骑只能妥协 沾上 黑骑再一护 那其实刚才是有机会走成双活的 现在这样被白骑尽杀 虽然说右上角的关子便宜了一点 但是肯定不是最好的 不过因为黑骑刚才中间便宜的太多了 底下还有一个结针在这 底子非常的厚 所以说仍然是黑骑优势 接下来白骑左下小肩 右上以后怎么收呢 以后就是黑骑点 搬白骑收起 这样说 这个先不看了 看左下 黑骑靠下来的话 白骑实战是虎一个作火 直接冲也行 冲的话黑骑要这样断打 打持呢 白骑提掉 这个是火骑啊 因为这个脚上点也点不过来啊 白骑冲 你这样黑骑碎掉了 黑骑打在这儿 再打的话白骑可以扳 挡住的话可以立 这样去火 这样火的话 黑骑点杀进来 主要是白骑有这个一路的拐头 你挡住的话 白骑可以扑完之后再打 这个就形成戒不归 刚好可以非常巧妙的火骑 实战白骑直接虎 这个骑也杀不了啊 黑骑如果立白骑坐眼 挤一个 这样冲 断打 沾上 大吃再立 亮眼火 实战黑骑起呢 白骑虎一个 大吃先手 黑骑往上去分段 白骑小尖 接下来黑骑就已经这个比较保守了 走的 主要是优势 不然的话呢 黑骑有这种冲断的这个严厉手段啊 白骑虽然说脚上有这种碰 这种腾罗冲一个 还有铐断啊 黑骑长白骑紧气 形成对杀 但是黑骑也不太怕 黑骑可以通过这个尖顶 虎一个联络 白骑上方打吃 搬下来肯定不行 搬下来被黑骑直接打死 沾的话呢 这黑骑就连回 这样大概率是黑骑活掉 然后吃掉整条边的这个木属 白骑呢 就往这个外边去联络 也是形成一个转换 黑骑不怕 实战黑骑小尖就稳妥了 白骑连回 黑骑右上点一个搬一个 这个地方白骑只能去收气 你不可能打吃下来 打吃下来被黑骑沾呢 你来不及了 再拐头被黑骑直接打死 提的话 黑骑就打吃先手沾 白骑要想活命 只能扑进去再收气 形成一个后手双火 这个白骑肯定是不可取 所以说这里的木属 只能稍微让一点 收气 黑骑中间夹一个 上边打吃 然后继续往中间定型 沾 搬沾先手 黑骑沾上 白骑贴回 黑骑左边二路跳 白骑底下虎锅 黑骑在吃掉边上这颗子 白骑右上打吃 然后收的差不多了 黑骑最终发动下方的解针 收气 白骑提结 黑骑右上沾 右边是黑骑的一个结材库 不少的结材 白骑打 黑骑再提 之后白骑左边沾提结 黑骑中间打吃再提 走到这儿白骑认输 因为这个白骑结材刚好就不够了 再找的话呢 其实只能找一些 算是比较损的结材 比如说左上这里的跑 提结 黑骑右边沾 再提 你再去送 那左上角的结材又用完了 再提的时候 黑骑右边还有 这里铺掉之后再提结 其实白骑接下来 结材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 再找什么结材 都是比较小的结材了 那账下白骑肯定是不够了 那这盘骑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计算量也是比较的大 那这个 双方在底下这里的计算 都稍微有些问题 本来黑骑可以一锤定音 直接把白骑给尽杀了 但是 右下角这手二路挡住 是一个问题手 但是紧接着白骑出现问题手 就是黑骑在底下一路扑的时候 白骑应该提提的话 黑骑要是打结 那就直接打 但是黑骑要把右下的 这个生死也给交出来 黑骑如果不想打的话呢 那就妥协 底下被白骑进尺 但是最后白骑走了一个一路扳 这里变成一个打结 又让黑骑脚上活骑 那后面白骑的这个进程 就非常堪忧了 接下来 这个黑骑下的也是比较的简明 像左边这里也没有跟白骑用墙 右边这个地方 虽然说黑骑没有下出最好的 这个双活的下法 但是因为 之前建立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最终把这个盛势 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好 那这盘骑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